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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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明知政府引进的西方制度之后以名为本恪守法律 看到没 谭思同都把西方恶心的共和制度说成是仁义之法了 你说这是不是重样内外呢 不仅如此 谭思同后来还直接给西方的共和制度点赞 所谓民主者有为大公之政 彬彬谭语以让之风 谭思同甚至希望满清政府竞变西法 就是说希望满清政府能够自觉西化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的 你不知道大清有国情吗 按照当年中国人的观念 这个谭思同反政府是东南分子 然后满脑子都是西方有多好多好 是重阳面外的反华分子 放今天绝对会被冠上某一种外国的货币单位 所以说谭思同 你这个货币单位 大清不是没有freedom 而是freedom给的太多了 才会有这种盲目崇拜西洋共和制度的革命党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话 如果大家有什么历史小问题 欢迎扫描公众号二维码 或者搜索历史老师888 记录历史老师公众号 不想做好学生的就请关注历史老师吧